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第一類的有計畫物 我都念聽,可是聽是錯的 聽是錯,聽類 什麼叫做聽類?只有碳跟輕的 這個有計畫物裡面只有碳跟輕的 我們稱之為聽類 這個聽是造字造出來的 看上面,碳跟輕 我們就說特案碳,七人輕 我們說要念作聽類 我古時候都是這樣念的 可是教育部說我念錯了 教育部說他應該念作輕 教育部之前說他應該念作輕 不念作聽,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教育部之前說他念作輕 我以前都念作聽類 我覺得聽比較合理,碳輕,聽類 重點是他是什麼東西? 他只有碳跟輕 他只有碳跟輕 叫做聽類 包括碗類、吸類、缺類、粉 我們只教一個碗 我們只教碗類 其他通通沒有教 高中之後再說 而且我們教碗只有教最簡單的碗 煉狀碗 聽類基本上不易容於水 燒碗就是碳燒變成二氧化碳 輕燒碗變成水 燒碗就是二氧化碳跟水 好,他不易容於水 知道一下 燒完是二氧化碳跟水 好 那麼他呢 我們有個石油 我們會去分六 分六叫分段真六 我們國三會再講一次 分段真六 出來是一個混合物 出來是一個混合物 那麼我們現在用的汽油 就是石油分六後的結果 它就是聽類的混合物 所以汽油是一個混合物 石的混合物 聽類的混合物 那什麼柴油、石辣都是一樣 都是聽類的混合物 那分六我們國三的時候 再跟各位再說一次 然後這些重點 到時候再跟各位講 那我們的碗 我們只教碗 碗有一種叫做煉狀碗 排成一長條 像這個上面圖上顯示的餅碗 一條叫煉狀碗 那還有把它繞成一圈的 叫做環狀碗 像這個環餅 繞一圈的 叫環餅 環狀碗 那我們基本上我們只教誰啊 我們只教煉狀碗 我們只教煉狀碗 我們也沒有教環狀碗 煉狀碗 OK 知道一下 有這麼一回事就可以了 那這叫做碗類的通勢 通勢 CNH2N加2 為什麼是這個呢 因為我們說過碳有四隻手 碳有四隻手 然後呢 這有N個碳 然後每一個碳可以接兩個氫 所以呢 CNH2N 可是頭尾還有兩個氫 所以要怎麼樣 加2 所以通勢叫做 CNH2N加2 就是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 這邊寫了一個的跟寫了兩個的 CH4 CH6 OK 這就是通勢 這叫做英文 英文 英文這樣寫 CH2N加2 一個碳兩個碳 三個碳四個碳 五個碳 一大堆 OK 中文 就數 就數 夾以餅丁 一個碳叫假 兩個碳叫做以 所以一個碳的 第一個一個碳的 CH4N叫做什麼 夾碗 第二個 CH4N叫做什麼 夾碗 那夾以餅丁 五幾根心人葵 只有幾個 十個 那十一個怎麼辦 你就十一碗 十二碗 十三碗 一百碗 這樣叫就可以 這樣弄 這叫中文 這叫中文 OK 英文這樣寫 中文這樣叫 懂得就可以了 了解一下 那 碳數少的 那一二三四個碳的 碳數少的 一二三四個碳的 就是 常溫常壓下 叫做 氣碳 常溫常壓下 叫做氣碳 好 那碳數再稍微多一點的 碳再稍微多一點的 好 講義上有寫啊 五到十七個啊 它叫做液碳 液碳 更多一點的叫做 固碳 這個知道就好了 你也不用背什麼 五到十七啊 十八以上 你只要知道 碳數少的叫做氣碳 碳數多餘的叫做液碳 碳數更多的叫做固碳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不用去背那個什麼 十七的十八的那個 不用背它 了解這個意思 然後 背 甲烏CH4 是天然氣的主要成分 你們家的瓦斯 如果是算度數 跟你們家藥錢的 用的就是天然氣 成分是甲烷跟乙烷 如果只有一格你就寫甲烷 如果兩個你就寫甲烷跟乙烷 甲烷跟乙烷 然後呢 像早期很多大量的甲烷 它可以當作燃料 你做完工具原料的甲烷 第一個甲烷 化學師知道 CH4 天然氣的主要成分要備好 要備好 OK 另外一個呢 叫做丙碗 C3H8 C2H2N加了C3H8 它是液化石油氣的主要成分 你們家裡如果是打電話給瓦斯行 請他送瓦斯過來的 那個就是液化石油氣 主要成分是丙碗跟丁碗 兩格就寫丙碗丁碗 一格就寫丙碗 這叫做C3H8 化學師叫C3H8 它叫做液化石油氣的主要成分 另外一個東西現在很長的叫丁碗 丁碗就是你們家裡有沒有那種簡便瓦斯罐的 小小的瓦斯罐 簡便瓦斯罐那個 這邊就是丁碗 或者是那種在超商買的那種小打火機 那裡面成分也是丁碗 有一點成分也是丁碗 你看起來裡面就像水水 可是它事實上常常應該是氣態 所以它是被加壓 看起來像液體質在裡面 在裡面 好 那就夾碗 冰碗 背一下化學師長什麼德性 是誰的主要成分 最前面要記得這個丁碗 氫是什麼東西 只有碳跟氫 只有碳跟氫類之後所謂的聽類 只有是跟各位介紹我們的碳聽類 或者是說氫類的成分 OK